接線人員戴著耳麥 一邊聽電話 一邊敲打著鍵盤 為的是盡速幫求助者找出解決方案 這裡是英國威爾斯一家名為 Turn to Earth的慈善機構 提供有財務困難的民眾熱線服務 他們會視求助者的狀況 將電話轉給其他支援服務 或找出民眾有資格取得的補助 在英國通膨率到六月份為止 達到百分之九點四 創下四十年新高 讓許多家庭快撐不下去 每週有近三千通電話 湧進Turn to Earth 接線人員表示 有人打電話來 因為買不起冰箱 有的情況很迫切 例如一位戶頭空蕩蕩的單親媽媽 即使是收入相對高的家庭也陷入困境 三十三歲的格林伍德是一名教師 和實習護士的太太育有一雙兒女 兩人勤奮工作 但高通膨停滯的薪資讓他倍感焦慮 而在匈牙裡受到俄羅斯化石燃料出口減量 以及二十五年來最高的通膨率影響 燃料費漲不停 政府也撐不住 日前宣布全國進入能源緊急狀態 自八月一號起 除了能源使用量小的林系企業 大用戶業者將不再受惠能源保護價格 須以市場價格購入 在匈牙裡一家擁有三間放映式的電影院業者 表示一個月的能源費將翻倍 來到臺幣四萬塊 然而對於加油戰業者情況更加嚴峻 因為政府有設定燃料價格上限 所以無法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鏡頭轉到美國 在碗裡打個蛋加點調味 攪拌均勻後倒入鐵板煎一下 加上起司和培根再用麵包夾起來 在紐約街頭隨處可見的庶民早餐 培根起司蛋三明治就完成 原本一份只要七十五塊臺幣 但今年以來受到各種原物料等成本 都提高的情況下 價格已連番上漲 最高一份要價兩百塊臺幣 有美國民眾苦中作樂自嘲可以減肥 根據美國勞動部統計 六月份的批發通膨率比起一年前 飆漲了百分之十一點三 然而新冠疫情和惡物戰爭 仍看不見鏡頭 物價何時才會碰到天花板 還很難說 公視新聞網雅方編譯